小鑫刚刚看到的是韩国瑜开的直播 那这个跟这个社会回应各式各样的攻防 可是如果以最新的民调数字来讲 讨厌韩国瑜的力量跟讨厌国民党的力量 可能影响到109天之后的投票的行为 其实还有109天可以看一下 我大概做了一个分析 就是说现在最重要的是把不喜欢 他要先改成中立就五感 然后呢才会改成喜欢 那分别会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当你不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你会选择投给他的对立面 在政治学里面叫做杜瓦杰法则 也就是你不见得会投给你最喜欢的人 但是你会为了不要让你最讨厌的人当选 而去投给你可能没有这么讨厌的对象 所以这个数字这么重要的原因 我们一定要让他往喜欢去移动的原因 至少你要让他到中立的原因就在于 他会使很多其实并不支持蔡英文的人 可能他会去投给蔡英文 这是我们第一个必须要防守的 好那再来进到中立的时候呢 他不见得会去投票 可是如果你是从不喜欢过渡到没感觉 那他不去投票这件事 其实你也是多得一票哦 所以只要韩国瑜能够把不喜欢变到没感觉 其实他的赢面就会很快速的增加 那我们再看对于不喜欢 就是没有中立的这一块人 其实你就是要必须要催票 因为他不见得会去投你的票 比较显著的可能是民众党的支持者 可能比较多属于这一块 好那再来就是很喜欢 这个部分其实 国民党还是有一些优势在 分给大家听 钢铁寒粉这种就是属于非常喜欢 所以如果社会上存在的 20%到30%左右的钢铁寒粉 假设还有这么多 那他们是一定会投票的 所以他可以稳定国民党的投票率 所以在立法委员的席次上面来说的话 其实是国民党的一个优势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样是联合报做的报导 不分区的政党票 国民党大概还有25%左右 直接选取国民党这个选项 但是民进党只剩下12% 也就代表说 其实国民党这段时间以来 虽然受到很多波动的影响 但是他整个政党的结构 还没有被影响到 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机会 但是要如何让这些不喜欢的人 他先过渡到中间 甚至希望他过渡到喜欢 情感的转移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必须要赶快的去做 就像是当时我记得 2016年的竞选主轴 叫做讨厌国民党 我们要让讨厌国民党 变成对国民党没感觉 到讨厌民进党 其实经过了两年左右的时间 在2018年才整个集大成 变成是说给民进党一次重创 那现在的选战剩下110天 最重要的要争取到这些蓝营 浅蓝跟中间选民的支持 那我觉得现在的新的选民 他有几个特征 第一个就是你有错就道歉 第二个可能公开透明 你什么东西都很坦诚 直白跟大家讲 第三个是比较个人层次的 就是说你不是一个权威 你是个人 你有想法你就跟大家分享 中间就算有一点点的失言 其实是会被大家所谅解 我觉得2018年的选举 韩国瑜他体现出了一个 这样子类似新政治的感觉 所以为什么2018年 有非常多的年轻人选择支持他 那我们应该要去思考的是 从2018年到现在 中间经过哪一些转变 而这些转变对他现在目前的选票 可能是让他流失的部分 要如何补回来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 国民党千万不要把 所有好心人的建议 都当成是在黑寒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因为现在是个人化 部落化的时代 当有一些对你的建议你 如果能够及时的采纳 你可以说对你的反面意见 他其实讲的很对 我立刻改 这种有错能改的精神 其实是非常符合 现在这些流失掉选票 中间选民的价值观的 所以我觉得还有110天 其实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韩国瑜在上一次 2018年选举的时候 100天的时候 他的选情开始产生了翻转 但是他是民调到前50天 才出现超越的状况 所以如果你这样子想的话 差距上面还是有机会的 可是要做不做 真的是凭韩国瑜阵影 跟国民党整个选战策略的 主轴去决定 好 问一下巧新 你们年轻世代的 国民党政治从业人员 有感受到这样的压力吗 其实确实是有 就是说 但他是比较隐性的 因为你要知道 现在会说 我是国民党的年轻人的人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少 但是不代表 他们在投票的选择上面 他们不会投给 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这些就是所谓 比较浅蓝的 所以他们可能 他们不管是对于 大陆的态度 或者是对于 这个整个政治环境的态度 他会让一些 有一些深蓝的长辈 会觉得 你们根本就不是国民党的 他会把它化成绿的 可是我的观念一向是说 我们要的是更多的选票 所以不要轻易的把别人 跟你有一点不同想法的 就化成绿的 我们应该是 你不支持台独的人 我们都把它纳为 可能是偏蓝的对象 去经营他们 我们才有可能扩展嘛 否则的话 这些年轻人 他可能他说 我不是国民党党员 那我有部分的想法 跟你不一样 比方说同婚 比方说两岸的态度 那你就说 那你不是绿的 那好像就把人家割出去 这个饼越割会越小 而且随着时间的往前 比如说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 那所谓的 他们所认定的 这个国民党的版图 就会变得更小 所以要如何把柄做大 应该是把 更多不同的人 都纳为前蓝 或是中间偏蓝的人 去吸纳他们的支持 那我问你 这个状况在韩国瑜 代表国民党参选之后 就更恶化了 就随着讨厌韩国瑜 讨厌共产党的能量 不断的拉高 讨厌国民党的能量 也就跟着提高了 确实现在可以看到 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不过我觉得 其实韩正寅 我相信他们 也不是不知道 因为所有的民调 都有显示出这件事情 所以现在就是 剩下一百天嘛 最重要的事情 我觉得也不是说 要去拉拢年轻选票 就是用什么政策啊 或者是一些青年对谈 重点在于你的形象 跟你自己是谁 是不是能够定位到 2018年那样子的韩国瑜 那这是一个非常困难 也痛苦的过程 因为同时你也要担心说 如果我往那边靠了 我的钢铁韩粉是不是会流失 所以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要非常非常小心 但是也有成功的案例 就是柯文哲 但他的转换是不一样的 以前一开始的柯文哲 他身上的粉都是绿的 他有很多绝情 就是一些比较深绿的年轻人 是非常支持他 可是在上一场选战的时候 是整个翻过来了 他的民调的从底 然后又往上拉嘛 但是他身上的那一群人 已经变成 他虽然也是这个年轻的 但是比较多中间偏蓝的被他吸过来 有点乾坤大挪移的感觉 所以这件事情对韩银来说 并不是做不到 只是他的难度比较高 以及要怎么样的去做 好 好 你